红外线暖炉看起来就暖乎乎 暖炉像是水屯菌小时候还很怕冷 好几只窝在一起感觉很温暖 寒牛来担心动物们抵挡不住 新竹的动物园加装暖炉 就连大乌龟的龟房也有 鸟类其实有羽毛预寒 鸟园一样加暖炉增温 几乎所有的蓝色都加强预寒措施 奔跑的小羊也穿了保暖衣 鸡兔同龙的地方也一样 有暖炉抵抗寒流 还有小屋子可以让兔子躲进去 土拨鼠也有暖绵绵的稻草床 那我们这里也有架设两盏保温灯 后面也有做防风的设备 那这样土拨鼠就可以舒适的 窝在我们的保温灯底下 那因为豪族他们是群体生活 所以我们就在同一个地方 架设了两盏保温灯 那他们平常冷的时候 也会像这样子一起聚在一起取暖 就怕大家都被寒流锁在屋内 不愿意出门 还有游乐园推出低温特价 吸引游客别怕寒流出来玩 那你们是有看到什么优惠票价吗 不只民众还有动物要预寒 农作物也需要 正值春耕时期 农民正在扶羊苗 担心寒流低温把羊苗冻坏了 赶紧替他们盖棉被 担心压苗冻着也怕它太热闷坏 这些覆盖的布料要随时看温度调整 适时的打开 浇贵的还有准备采收的草莓不能冻着 也不能被风给刮坏了 草莓园拉起了围离防风 风太大的话 会影响到那个小骨 还有那个涉脂不好 寒流来 低温防寒大作战 不只民众自身健康保暖 动植物也需要预防寒害 TBS新闻 陈世敏 张崇敏 吴淑平 新竹园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